嗨大家好我是Wendy 想到逛街除了靖安區之外 我們還會想到徐惠區喔 最近興起了一股徐惠區崛起的風潮 小店跟咖啡廳林裡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來這邊的人都背些什麼包吧 GO 問一下小姐姐今天來徐惠區做什麼 今天上班在出外勤 那想請問一下妳的工作是 電商的視頻移營 妳的話為什麼今天會背這個帆布包比較大的 就是顏色比較乾淨一點 然後就是容量也比較大 平常個人比較喜歡帆布包這種 我會覺得很好裝 而且就是也不怕它髒 挺好背的 那跟穿搭上面有會特別選嗎 譬如說它的顏色啊 是會的 不一樣帆布材質 帆布的話材質上面我基本上差不多 我主要是看顏色嘛 日常的話我可能會比較喜歡黑色或者白色 平時的時候會換一些小包嗎 會 今年的話就是髮棍包或者一些 夜下包 然後平常雙肩包也會稍微背一下 請問妳很常來徐會去這邊玩嗎 因為我在這邊有上課 對我上那個古琴 古琴 那所以古琴的規定都是要穿這樣子的穿 沒有跟我工作有關 妳是什麼樣的工作 我是高級茶藝師 喔茶藝 對茶道 所以妳學茶道然後又彈古琴 對對對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風格喔 那妳的包包啊通常都會怎麼樣 跟他們搭配 就是我穿旗袍 我本來是想配一個古典的那種包包嘛 後面我拎它是因為它這個空間會比較大 所以就沒有拎那種就是刺繡的那個古典的包 請問小姐今天來徐會區是做什麼的 我們是過來拍一些素材的 那我看妳背的是比較小的包 對 那妳平常的工作的時候也都是背這個包嗎 還是妳有很多的小包 還是小的比較多 因為要擠地鐵 大包不方便 黑色比較歹搭 在扣曲裡面算比較便宜的了 現在比比較高 就是經典款嗎 就是那個荔枝皮的款 嗯好像是的 那妳最常穿搭的比如說樣子 就是感覺是什麼 就是一些制服包 制服的包包 對 請問一下妳今天背的是什麼包 就是布袋包 就很簡單 因為我看這蠻特別的 就挺有意思的 就是這種短帶 然後我背了很多年 而且它可以裝很多東西 那妳這個包用多久了 嗯 兩三年了吧 工作是什麼 我是化妝師 幫自己化妝嗎 我想化妝師平常都不想嗎 自己化妝 請問一下小姐姐來 許惠區這邊是做什麼 上班啊 那妳這身穿搭 是跟妳的工作有關係嗎 基本上沒有 背的包也是因為特別搭配 沒有 就是上班的時候背的包 就是比較大 然後什麼都可以裝進去 就比較有安全感 包裡通常會帶一些什麼 帶很多很多的東西 所以就要帶個大的包 今天在許惠區的街坊 我們發現 在這邊的小姐姐都是來工作居多 而他們背的都是一些小眾的包款 我想跟這邊也有關係 因為這邊都是許多小眾的咖啡廳 跟商店伶俐 他們呢是一些小資的女孩 喜歡在這邊晃晃跟工作等等 那我們一起期待 下一集會看到什麼不一樣的包款吧 GO